208 《星島日報》 全州養殖長潮退二千人控搶尤甲 2015年7月4日中國A25猶建控搶 這次發生在福建全州海邊,前天下午,受天文大潮影響 潮委退至罕見的低位,一私人承包的五百畝猶甲養殖地拿路 猶甲遭約二千人控搶 警方在場也無法控制,養殖主損失近二十萬元 人民幣 夏同 據《南網》報導 昨天下午五點,全州通嶺鎮湖海江周邊 停滿了電動車,不少人提扶納衛 竹籃往岸上走,堂崖尾尖彩 J 泥的新鮮遊甲,一婦人一臉喜悅雪 下午三點多就來了,撈了十多斤吧 他住附近的村子,聽壁人說猶甲狠肥美 便趕過來,忘了一個多鐘頭 收獲滿滿,該婦人說 知道是私人承包的,但大家都過去了 我不去,感覺虧了,原錢攤走出去 他們有的半貴,有的半身都紮在於泥中 毫不顧忌裝和危險,抓緊搶獸 一中年婦女足足撈了兩大網兜 心滿意足往岸邊走,作傍晚六點多 人群漸漸往岸上退,潮水也逐漸上漲 但有些來得比較慢,沒有撈到足夠多猶甲的人 仍不願意離開 我愛,我愛! 感谢观看